這個人跟這個人帶這個 這麼多人可以吸引蠻蠻的 裡面除了這隻狗之外呢 還有蠻蠻的小饅頭 真的 忘在小饅頭 嗨 我現在 終於輪到我了 總算不會被留在台灣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搭飛機 直接搭常用 我們這次會飛法國 然後其實是要去英國 對 那我們這次主要是要去英國 找我錢一個多月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做功課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看說 飛英國非常的貴 如果說直飛的話 大概要四萬多 那轉機的話才有三萬多的下來 然後我們後來就找到了 去法國的計程就三萬多這樣 我們就想說本次我們都要去法國旅程 那我們就先去 然後再做Eurostop到英國去找機器這樣 那所以這次一天呢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說 要搭飛機去歐洲的話呢 可能有沒有什麼東西要注意的地方 有沒有 要檢查什麼 而且會不會跟以前有什麼樣的路一樣 好 有嗎 好像沒有那個人在板上去 好多人 這個時間點的飛機很高 因為就是當飛機就可以睡覺了 現在9點20 然後我們是搭11點多的 睡覺然後到那間就8點起 去床 剛剛好 沒有檢查問題 這不能超過嗎 所以長龍是兩件23 兩件23 然後不能合併在一起 因為我們剛剛用那個袋子啊 很輕啊 對啊 所以單件就不能超過23了 對啊 就算我們兩個單件加起來46 這樣也不行 嗯 出國的人好多喔 對啊 而且好忙碌喔 都沒有位置耶 嗯 而且我看地勤都非常忙碌的感覺 對 超快 我看到了新技術 就是看前面啊 嗯 很快 而且它偵測的速度非常快 真的 嗯 這個一個新的閘門 這個是新的閘門 對 我上次去留下來就是這個了 那時候就覺得 到底要看哪裡 因為之前是看那個前面那裡 對 然後還要對手 對 現在不用手 然後有時候手又沒有對好 然後又要很久 哇 看一個前面就搞定耶 我第一次用這個閘門的時候 我還想說要看哪邊 然後那個人還跟我說看前面 他剛才也這樣跟我說看前面 呵呵 那一次就知道了 哇 我剛才看那個閘門 我就覺得哇 什麼酷炫新科技耶 那我們現在在登機嘛 這邊等飛機啊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KK Day上面 訂了這個 歐洲的電話卡 然後就是在 出進門之前 還沒check in行李 就是在check in行李的那邊 就可以領這個電話卡了 然後我跟阿丹就 各買了一張 他最近還有優惠 就是買20G 中60G的流量 很划算 我覺得再去一個 陌生的國家 如果可以先拿到電話卡 我覺得真的是蠻好的 因為就不用去到那邊 然後還沒有網路的時候 就有點慌張 然後我在KK Day上面訂啊 他就可以選 你要用幾天 然後你什麼時候到 什麼時候開通 這個SIM卡的功能這樣 然後在買這個SIM卡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 寄到家裡 或者是到機場領取 滿滿的感覺 粄子 宇宙 浪費 幾天 我可以滿滿的感覺 除了 浪費 現在還很怕 不過多的人 都沒有位子 那我們這次能是做一班機器唱 差不多 那一樣就是有耳機跟一個毯 這是電視 整台飛機做滿的啊 耳機剎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USB孔可以充電 完成 準備好睡覺 睡覺來了 現在是1.47分 對 有沒有 睡得好嗎 睡得好 一般人就聞到香味 吃得是還蠻香的 看一下我們吃的有什麼 我大概是 雞肉蠻脆的 我還要吃豬肉飯 沒關係看一下時間 好像是剛好在幫我們調食茶的時間 晚餐時間 所以呢 表示說我們 現在吃完之後呢 還不能馬上睡 我們要再過一陣子再睡 好 對不對 順便調食茶 就是這樣子 他有的聖宗室 也有的宗室可以嗎 那你要演變吧 會一直推送 推送我們 現在是當地時間的 早上6.38分 然後他現在在幫我們準備早餐 然後看起來他真的吃 他在幫我們調食茶 然後 晚餐吃完之後 他就開始到我們順便睡覺 晚餐睡超 睡到現在6點 睡到現在6點 再兩個小時就要到了 晚餐吃完大概6點 然後就這樣6點 睡到現在6點 睡了15個小時 順便調食茶 你怎麼會睡多 睡很久 天啊 這個第2餐早餐 是吃這個中式的 我們說因為 平常的大家都聽不太懂 什麼是中式 所以呢 就剩下中式最多 也是感覺不錯啊 還有蝦子 跟魚鬆 還有還有客人可以吃 對 客人可以吃了 好好珍惜一下 下次吃中式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還有魚鬆 要去阿伊貝大魚 好 嗨 到囉 到了到了 妳有覺得搭這飛機怎麼樣 這個時間很好 就是誰這樣都起來 就到了這樣 妳以為說了 都像妳這麼會睡 是不是 超多吃兩餐 我們才跟早餐 對 因為他就是在邊抱我們 感覺是他就是 吃完晚餐之後呢 就會有一陣子 非常的愛困 然後就有睡 然後就睡著 然後就醒來醒來 欸 凌晨兩三天 然後這個 在高樂機場 它有整修過嗎 有啊 在哪裡 可是 它是國內線的 才有一些 復古的椅子 那種呢 在這裡啊 在飛機上也都不用在口罩啦 其實在飛機上 就有看到很多法國人 都不在口罩 那我也沒有在口罩 但還是有人在咳嗽 對啊 還是有人在咳嗽啊 可是以前也有啊 對啊 那個在飛機上太乾了 就會搶到 然後我們現在在機場準備出關 我在台灣的時候 也有在KK Day訂那個機場接送 因為我們這次的行李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想說 而且 而且 在法國 還是小心一點 大家都這樣說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就想說訂一下機場接送 可以從機場直接到飯店 這樣 也比較舒服 對對對 而且我們行李真的超多 而且他們這裡的地鐵 很多都是沒有電梯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訂機場接送 直接送我們到飯店 然後把我們的行李卸一下 再甩逛街這樣 然後我還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已經傳 WhatsApp 跟我說 他會幫我出海 就開始跟你聊天了是不是 對 然後他還跟我確定 我的飛機的時間 然後他會幾點到那個出海關那邊等我 然後他是 應該是中國人 因為他用簡體中文傳簡訊給我的 不錯 你看那邊寫著 Paris vous aimez 法國愛你 果然是 浪漫國際愛你 我們要怎麼出去 我們現在搭這個機場輕軌道的這個K區 對 下飛機之後呢 就是找輕軌搭 我們剛才就走錯了 走到 差點走到轉機的地方去 還好那邊有一個出口 可以走到輕軌這邊 行李提取的地方 他這邊都會講中文 他剛才問你什麼 他剛才說 你們是不是來 visit 就是 visit Paris 對啊 然後你不是說 2 days 然後我就說 3天 就是3天 就是 going to UK 你從剛剛就不知道 在亂講什麼法文 然後跟著自己的手 google translate 念 他說 怎麼 怎麼 然後你的google translate 根本不知道在說 他說無法辨識 嗯 你聽不懂 好 那我們現在拿到行李了 那我們就準備要去搭車 然後就要準備我們巴黎的旅行 這裡 然後那個 一直有在承發前後 我現在已經拿到行李了 沒搭進來 電視 好 然後這一次呢 是睽違了 我相信快要三年 沒搭飛機 第一次搭飛機 然後我覺得 對啊 然後我覺得從台北到這邊 感覺好像跟以前 沒有太大的不一樣 除了 有些人戴口罩之外 其他的全部也不一樣 就完全沒有什麼檢測啊 就是很害怕 你不用填那個單子 你記得以前是要填那個 去買碗的那個單子嗎 對 真的 真的很大耶 對啊 很不錯 好舒服喔 好像有人家人來接人 真的耶 很健碩 。 C